北京时间8月5日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决赛日,在最终的南单决赛中,中国队的双坦组合里聚会流已成,12比0,21比12,21比19级外历史上首次打进, 南双决赛的日本队组合家村监视原品请勿,获得南双冠军,至此本届市锦赛全部结束,中国队收获冠双,南双两冠,日本队拿到女双和南单冠军,西班牙的马林在纽单决赛中2比0战胜印度飞行度夺冠, 双塔组合李迅慧刘宇晨在上届市锦赛,在出场的第一场比赛中就遭到淘汰,当时他们还是三坏头号种子,一度被说成最水的世界第一, 双塔组合与日本的江村监视原品提务交手过7次,李迅慧刘宇晨4-3收战优势,两队选手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要锦赛,李迅慧刘宇晨2比1逼人取胜, 本次是锦赛第三轮双塔组合16-21,21-15,22-20立克马来西亚的奥运一排组合成为强无类生, 把强占他们21-14,24-22击败另一队马来西亚组合协定分子唯一, 半决赛双塔组合21-15,21-13击败队友,赛会2号种子流程张南,赛会南双5号种子家村电视原品请勿, 把强占包冷21-19,21-18先发投号种子印尼的子弟恩苏卡姆约的南代半决赛, 甲村电视原品请勿2比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成红灵王麒麟, 本场比赛第一局,李迅慧刘宇晨先取得6比2的领先, 对手连得4分将比分追成6平,开局双方都打得比较精彩, 李迅慧刘宇晨11比9领先进入技术暂停, 进入中局后李迅慧刘宇晨先取得16比12的领先, 随后双塔组合连续压制对手连得5分, 以21比12取得首局的胜利, 第二局比赛进行的相当胶着, 甲村电视原品请勿在11比10领先进入技术暂停前, 双方达成8次平局, 比分来到15平后, 甲村电视原品请勿一度打出小高超, 取得比分19比16的领先, 但接下来李迅慧刘宇晨完全稳定住了形势, 他们连拿5分以21比19逆转取得这一局的胜利, 李迅慧刘宇晨就此2比0击败甲村电视原品请勿, 获得本次世锦赛的男双冠军, 中国体育直播, vhibo.tv, 全程全场次直播, 2018羽毛球世锦赛, 8月5日, 都说蔡运作客中国体育直播间, 解说, 楼舞场决赛, 与球迷们一起文国语加油。